本节目有印象历史原创出品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宋末三杰指的是宋朝末年有三个杰出的人物 一个是文天祥 一个是陆秀夫 还有一个就是张世杰 张世杰是河北人 他是著名的抗援英雄 他为南宋两代皇帝尽过力 他还发过誓 永远不会向元朝投降 他后来打了败仗 然后死在了平章山下 张世杰在死之前 还想着让杨太后找一找赵氏的后人 张世杰在帮助赵氏的后人重新当上皇帝 可是杨太后 在听说宋帝赵炳的死讯后也自杀了 张世杰把自杀的杨太后葬在了海边 这时候突然有飓风卷来 他的将士们都劝张世杰回到岸上 张世杰却说 国家已经灭亡了 我当初为了赵氏 把自己所能做的事情都做了 现在国家已经灭亡了 我之所以没有死 是因为希望敌人后退 然后再拥护赵氏的后人重新起来 可是现在这个样子 还能干什么呢 过了一会儿 张世杰就被大风雨给选走了 然后死了 张世杰死了 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天台避难 后人为了纪念张世杰 就给他在天台建了一座寺堂 寺堂在天台县城民主路 坐东朝西和四合院一样 现在是县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 这个寺堂被天台县的梁氏局接管了 然后改成了梁库 后又在七十年代改成了职工宿舍 后又经过整修成了梁氏局的老人活动中心 这座寺堂是三开建的 两近深 屋顶前后都有两个坡屋顶 前面的屋顶低于后面的屋顶 前面的几长也比后面的短 两个屋顶的两个坡 又交接在一根领条上 在两个屋顶的中轴线上 第三个屋顶有垂直的连接 而却和前屋顶一样高 整个寺堂就像一个公字 两个坡面乘一个菱形 特别的漂亮美观 寺堂的雕刻也很漂亮 有雕花 有鸟兽等等 都十分的形象生动 至于张世杰的墓 是在斗门县的黄阳村 他的墓一共616平方米 作息朝东 墓是灰沙造成的 墓被用的是青石 上面刻着宋太傅 疏密傅室 月宫张工会 张世杰之墓 张世杰可以说是很忠诚 他一辈子都为赵氏服务 很多人都曾经夸赞过他 说他是杰出的人才 而且还是千百年来 难得的忠诚 为了国家鞠躬尽瘁 可以认识他是自己的荣幸 他为南宋战斗到最后 很多人都已经投降了 只有他听说宋少帝死亡的时候 还想着把赵氏扶起来 可是赵氏的人自己都没有信心站起来了 所以他觉得绝望了 于是在大风来临的时候 他不躲也不闪 选择了迎面大风 最后死在了平章山下 也许他这时候死 也是一种幸福吧 毕竟对于这么一个忠心耿耿的人来说 自己的国家已经灭亡了 让他为新的君王进兴 这是一种折磨 还不如随着大海一起死去 他这一辈子也算没有白火 后人也记住了他的忠心 记住了他的解出 他不愧为宋末三杰 作为一个河北人 觉得有这么一个古代名人很自豪 本期节目讲到这里却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有趣的故事 请关注印象历史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